好了,秋冬起了 很多時間,這些乾乾燥燥的季節 都容易有些爛嘴的情況 在節目我們都提過了 我們今天就找一些特別的爛肉、爛口的個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病人很有趣 他就看了很多醫生 他的嘴巴經常出現這些 都幾肉酸的爛肉 自己都嚇死了 因為看見有些醫生說他生了癌 有些醫生說他這樣那樣 又吃過淚固醇 看了很多不同的專科 最後都不好 後來我們就一直分析 他那個平時口腔衛生的習慣 看看他清潔、做策略、各人的工作 還有跟他聊天 剛才發現這個病人是一些強迫症的症狀 原來細問之下 他每天刷五至六次牙 每一次刷半小時以上 他經常覺得這裡有一隻牙關 容易藏污立舊 所以他這個位置每天 整個整個的症狀 這個位置可能是刷到整個小時 這一個東西其實就是他每天不停地刷牙 刷到爛肉 後來我們就叫他 不如這樣吧 我給你一個計時器 每一次刷牙和每日刷牙 限住你刷牙的力度和時間 不夠一個星期 已經症好了 這就是兩個星期之後 所有肉都完全症好了 症狀就跟進了兩年 間時他都會有些發作 刷得很大力 有少少損 但當他一刷過的時候 就刷小力一點 刷小一點時間 那些肉就完全症好了 沒事